胸口中间疼是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房丽颖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胸口中间疼其实是牵扯到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牵扯到心脏的问题 可以牵扯到胃的问题 以及肺上的问题 那么胸口中间疼 如果你是一个突发的短症的一阵一阵的疼痛 那我们要考虑到心脏的问题 有没有心脚痛 有没有关心病的可能 如果说你是持续性的一个疼痛 并有反酸啊胃肠反瘤啊 这种情况下的话 一定考虑到有没有是胃炎胃溃疡 胃部不适的一些疾病 其次呢就是你胸口的持续性的一个疼痛 伴有这个胸闷气短 这种表现的话 一定要考虑肺部 有没有肺部病变 所以你在就医了以后 医生呢会告诉你 先做一些初步的检查 比如说心电图 心脏彩抄 胸部的胸偏 以及血肠规的一些结果 等到结果出来以后呢 做一个初步判断 来判断你到底是心脏的问题 肺上的问题 和胃的问题